同学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手把手教你制作VR眼镜的课程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是比较有意思的 我们上一节课 讲了这个STM32的这个工程建立 以及RES的初始化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使用我们这个自己写的 DefenseG的程序来处理一下摇杆的这个 处罚的事件 那么我们还是从PPT说起 我们这节课呢 主要跟大家介绍的内容就是这个 制作VR眼镜课程中的这个处理摇杆事件 那么这节课的重点和难点呢 就是从硬件电位器上 得到这个摇杆的这个方向信息 然后呢 根据这个方向信息经过处理器的处理 形成我们这个蓝牙命名 然后发送给这个蓝牙模块 那么这个过程中呢 需要大家从硬件到软件的系统配合 因为如果搞不好的话 这个方向就反了 你往左摇这个指针往右跑 这个就是一个软硬件系统的问题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重点和难点就是解决这一类的问题 摇杆的话呢 之前的课程跟大家说过 它是两组电源器的电阻值变化 我们这里边呢 因为我们不检测它的电阻值 电阻值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我们是采用它的这个 给它电阻两端加电压 那么使它中心偷头 这个电阻值变化 引起了电压变化 我们读取这个电压变化 就得知这个摇杆的位置 然后我们这个STM32 电片机通过片上的ADC 获取摇杆返回的这个电压数据 那么得到这个电压数据之后呢 我们要分析这个电压数据 获取这个摇杆方向数据 获取完了之后 我们还要根据这个莱安模块 自己的这个HID这个协议格式 那么把这个方向数据格式化成这个HID协议 然后发送给莱安模块 那么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进入这个演示环节啊 因为本节课的这个主要内容 都是在这个演示环节上 有大量的这个代码 需要跟大家解释 我们演示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获取这个 有法数据的程序编写 另外一个是这个 控制莱安模块 这个部分的演示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上一节课 我们写完的这个程序 上次课程我们是把 外部中断 ADC和URS的程序写完了 那么这次课程呢 我又加了一些程序 到这个工程里面来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个Timer 它就是一个T3定时器的一个初始化 那么这个函数呢 都是比较常用的 大家网上也能搜得到 然后呢 我的课程之前呢 也都介绍过 这就是一个T3 电视器的初始化 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么CMD这个里面 有很多 我就是我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 这个 呃 通用的这个创口后台程序 那么这里边呢 暂时这节课可能用不到这么多 我们用到的也就是这一个函数 叫 makeCM makeStreamCMD 就是生成一个 字符串的这个命令 然后呢 我们用它去发送 还有后边这个带参数的这个 啊 makeCMD这个命令用的比较多 我们可以带一个 浮点型的参数 把它生成一个字符串的命令 啊 除此之外呢 这个函数里边的其他内容 我们暂时不用关心 那么这下面呢 还是我添加的一些 哦 外部链接文件 因为我们这个UART 还有Timer 还有这个ADC 都会使用到这个库文件 那么这个库文件呢 没有在我们的工程中 它是不会添加编译的 不会参加编译的 我们怎么把它添加到工程中呢 在这个Source文件夹下右键 然后new一个file 就新建一个文件 file name这里就不填 然后点这个的wants 就是高级选项 然后勾选link to file in the file system 就是链接到已经存在于文件系统中的文件 然后 嗯 browse 就是浏览一下 我们这个 往前退一集 你现在这是我们的工程文件 我们工程文件下边 这是我们自己的用户文件 叫Source 那么我们这个库文件都在哪呢 就是库完树这个文件都在哪呢 它在这个里面 Setsum里面 Setsum里面有个Source 然后是SM32F1 Standard 然后外设 那么就在这里边找 我们点击ADC之后 以前打开 那么这个点finish就加进来了 然后这里边提示说已经存在了 因为我既然加过了 如果没加过的话 那么大家可以点finish 就把这个文件链接到这个里边 同样的顺序 我们链接了DMA R或是web中断 Timer 还有这个usat 这些扣函数都要链接进来 链接进来之后呢 大家这个编译的错误才能少一些 然后呢 还是会有错 是因为我们要在这个主函数里面 把这些投文件包含进来 包含进来 这些投文件包括什么呢 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usat Timer 然后外部中断 还有cmd ADC 除了这些呢 还要在这个主程序里面 定义一些我们常用的这个全局变量 这是usat用的这个接收缓存和发送缓存 以及它自己的标志位 那么这是usat3自己的这个接收缓存 发送缓存和它的标志位 一模一样的加copy下来 只不过后面加了个尾坠3 然后这个是我上次课说的那个adc连续转化的那个 全局变量的存放的位置 这两个 那么下面这个是我定义的 呃四个字符型的变量 也就是字节 占一个字节 这个stick mode呢 它只是当前手柄的状态 那么零的话就是手柄模式 一是鼠标 二是键盘 然后我们这节课因为演示这个摇杆 所以我把它定义成鼠标模式 然后这个xmoment是这个 x方向的这个运动 那么y方向的这个运动是这个 然后 呃 鼠标的按键这节课可能用不到 这是一些我们常用的这个全局变量 然后主环数里边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上来因为我们需要用adc 所以把adc处置化一下 然后这个呃 uart主要用于打印debug信息 也处置化一下 打印debug信息的时候 就说波特率快点 就115200 然后uart3它是与莱安模块同区的 那么就是9600的波特率就可以了 然后t3是50毫秒中断 那就是让它该怎么中断 就怎么中断去吧 这些处置化完了之后 我们中间这些打印信息就是这个模板工程自带的 我也没有删 大家不用管 主函数里边 我们把原来的这个主函数里边的内容通通删掉 然后来看我们这个主函数 如果这个stake mode等于0的话 就是手柄模式 那么我先不管啊 这就颗先不理这个模式 啊 如果是1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鼠标模式的话 我们的上来第一件事是filter啊 filter是什么函数呢 我们光标指示在这 然后弹出这个说明框 点进来看一下 嗯 filter这个 它做的一件事就是 因为我们是两个通道嘛 所以它是两个通道的循环啊 先是一个外层循环 两个通道的循环 两个通道内部 我们每个通道采集多少个 采集多少次来着 是200次吧 所以这个恒定1N是200 这个是200 这个是200 然后在这里面是把这200个数求和 求和完了之后 再除以200 就是平均一下 嗯 它这个操作都是对全球变量操作 所以没有什么返回值 那么这个filter就是这个值 filter函数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把我们这个 DMA读取的这个200个数据 送到尾 绿变波 就平均值绿波嘛 均值绿波 然后写入到这个 adc convertvalue local filter 这个变量里边 好 这个变量实际上就是 变量数组 实际上就是两个 两个字节嘛 那么因为它有两个通道 我们每次绿完 只要一个数据就可以了 200个数据绿成一个数据 平均值 好 绿完之后 那么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绿完的 绿完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16进去的值 转化成 浮点数 那么因为我们这adc是12位的 r的12四方刚好是4096 所以我们就除以4096乘去3.3 这样的话呢 就转化成这个电压值了 是该是多少幅就是多少幅 它是个浮点数 那么后边我为什么要减1.6呢 这是因为 我们这个电位器啊 它静止状态下 你adc读回来的值就是1.6 1.6 如果你把这个1.6扣掉的话 那么它就接近于0 那这是它的静态偏压 因为它指中电位器不动的话 它是在中间的吧 0到3.3伏 1分压 刚好是1.6左右 我们就扣掉1.6 让它形成一个接近0的电压 就是0输入的时候 它是0输出 类似于这样的 然后打印一下这个值 然后对于第二个通道的操作也是类似的 处理完之后打印一下值 这个部分呢 是接下来的这个部分是对这个 adc读取值的一个判断 它有一个死区就是小1.2的数据 我是不处理的 为什么 小1.2的不处理呢 就是说减去1.6之后 小1.2的不处理呢 这个部分呢 是很微小的这个摇杆的晃动 我们是不理的 就认为它是一个小小的噪声 把它放过去 然后如果 绝对值是大约0.2的这个 那我们就要处理了 大约0.2之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值乘以5之后 强制转化成 X类型的数据 啊 这个主要是这个鼠标移动速度啊 你如果乘以10的话 它就更快了 啊 乘以100 那就非常快了 那这5这个数据呢 是我调试出来的 就是这个速度呢 移动可能比较舒服 啊 这个值呢 也可以自己去调节啊 根据大家自己的喜好去调节 然后这个啊 如果这个在死区之内 那就不不反应呢 就X方向移动就是0 啊 外方向也是一样的啊 如果大约这个死区了 我们就处理一下 不过这个外方向的时候要注意 我们硬件连接 如果导线 呃 按照我的这个方式焊接的话 它的这个导线 无论怎么调都都是导不过来了 所以在软件里面加个符号 把这个方向导过来 不然的话 外方向就是你向上波动摇杆 这个好家伙 这个鼠标 向上波动摇杆 这个鼠标往下跑 这就可能就是反了 所以我们这边加个符号 也可以把它导过来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的 如果在死区之内的话 这个外方向就不移动 好 后面这个 呃 如果啊 X方向移动 或者Y方向移动 这个两个变量默认都是零 只有在上面会对他们复值 如果没有复值的话 就这两个都是零 就IOS嘛 他们还是零 如果这两个变量 有其中一个大约零的话 那么我们就发送这个 呃 HID协议的鼠标命令 呃 HID的格式 大家还记得吧 在这儿我写了个注释 这FD开头 然后003 然后中间是按键 这是左右移动 这是上下移动 这是有带正货号的 呃 正的就往左 负的就往右 或者是负的就往右 正的就往左 类似这样了 然后后边是三个零 那么这是一个特定的格式 所以我们就直接FD0003 然后00 这因为我们这些可不讲按键 所以这00先不管 然后这边呢 是x moment 就是上面的处理完的这个x方向的移动 因为已经转化成差离形了 这个我们UART一次就能发送一个字节 就是差离形了 然后是外方向的 发送完了之后 把这个后边这三个零补上 跟他发送的命令 跟莱安姆化发送的命令 就不用 发回车 也不用发这个换航服 好 这个就结束了 那么我们这个程序就讲到这里 从头讲到尾 大约是这样 那么千万要记得 这个ADC首先要出实化 然后两个UART要出实化 这个Timer这些课心用不到 其实出不出实化的无所谓 好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编译下载运行 然后编译的时候就buildproject 下方出现这个编译完成 然后我们下载 大家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的 所以就点这个 然后在这里点新建一个时候 它就自动会生成这个 名字什么都不用改 然后debug里边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地方 device name 我一定要改成跟自己的芯片相对应的 因为我用的是SM32F103RB8 所以这个地方就写到RB就可以了 就写它的这个芯片组 然后点击run 那么这个地方 看到这个信息 说明这个已经执行成功了 执行成功之后 我们现在来 看一下这个 它的实际操作的这个效果 我们还是老办法 打开摄像头 好 这边就是一坨就是我的这个硬件 这边一坨硬件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手柄 然后这边是我的手机 那么我们把这个手柄 我这边移一下 看得清楚一点 好 这是手机 然后这是开发板 那么这个莱安模块在这 已经被我连接的飞起来了 那这是调试器 那我们现在就来 移动一下这个手柄 然后看看手机上有什么反应 好 我先把手机屏幕放在这 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然后我现在移动手柄 好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手柄上已经 手机屏幕上一个鼠标出现了 我把它移动到离时间 这个地方近一点 好 我往右晃 鼠标往右移 往左晃 鼠标往左移 往上晃 好 鼠标往上移 往下晃 好 放在这 看见我的手和鼠标 上 下 左右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节课的 这个程序的这个执行效果 那么大家可以跟着做一下 这个挺好玩的 就自己做一个小鼠标一样的东西 在这个安卓上手机用的是很happy 苹果上可能有点问题 因为苹果这个蓝牙蓝牙的协议它比较封闭 好了 那么今天这个课程呢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课程再见